美军组建机动小组抗击伊波拉 面对伊波拉病毒造成的恐慌 国防部19日宣布将组建一支30人的医疗队 以迅速的支援联邦疾病防治中心CDC 在美国境内应对伊波拉病毒引发的状况 另外CDC将修护看护指南 以对照顾伊波拉病患的医疗人员 采取包括皮肤不外露在内的更为严格的防护规定 四中全会登场 首次讨论法治治国 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于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 本次四中全会重点讨论依法治国的议题 及做出相关的决定 此外外界十分关注本次会议将处理周永康的问题 这是第一次因贪腐问题处理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金正恩正式露面 夫妇俩一同会见金牌选手 消失一个多月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首次携夫人李学主共同献身 接近获得17届亚运会金牌的朝鲜选手 消除了外界对他健康状况的疑虑 雾霾袭击北京 马拉松多人弃赛 2014年北京马拉松比赛周日举行 由55个国家和地区的3万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因雾霾严重 由多名的选手放弃了比赛 组委会提醒参赛者应尽量的使用鼻子呼吸 对于比赛的路面 组委会会反复洒水 尽最大的力量减少雾霾的危害 在比赛中选手戴着防毒面具 成为参赛的意境 太空总署阿姆斯中心开放 15万人过足太空影 航太总署为庆祝75周年 17年来首度开放了阿姆斯中心 15万好奇的参观者 可以穿越一号机库的骨架 也可以走入国际空间站的充气模型中 或是驾驶月球车来过靶影 最令参观者惊叹的是空气动力学设施 中心特意打开风洞的两扇巨门 让参观者一探究竟 参观者通过这次展示 可以了解到后太空缩时期 太空总署的探索方向 以上新闻由世界日报提供 感谢您的收看